還有一個叫顏麗婷的還沒來啦 來吧... 我是這一集嗎 對啊 妳是這一集啊 要不然妳要等我們再錄個兩三個小時 以後這一集啊 顏麗婷妳有沒有發現那裡還有 只有一個空位 所以是 我遲到嗎 沒有吧 沒有... 沒有... 我那個通道時間本來就把它不一樣 顏麗婷妳問大雅 什麼時候她就進來了 大雅 告訴她 我是最早進來的 大概五點吧 麗婷 麗婷 我問妳一下 剛才妳聽到我們工作人員 去跟妳講說 有人遲到 可能要延遲一個小時心裡面 最真實的 然後呢 除了傻眼呢 有沒有要罵髒話 就是妳知道 心裡有 心裡有 最常人的反應都會有點 所以是Apple騙我是不是 對 沒有 我們不是要錄遲到網 我們是要錄 Apple好怕喔 Apple騙我是不是 Apple還躲起來耶 沒有 Apple 我告訴妳 上一次發生這件事情 騙她的人呢 現在草事這麼多 對啊 我昨天才去幫她除草 送她一個盆栽啦 對不對 顏麗婷 妳剛剛在那個化妝室的時候 她們兩個都說 對...只要妳來 這四個都不叫臭臉 剛剛有 我們那個螢幕是看得到的 完全看得到 對...就是這樣 我剛剛沒有罵髒話嗎 沒有 可是妳剛才 Apple一跟你講的時候 妳的臉上面有罵髒話 對 然後妳的手有動一下 她們說要等一個鐘頭 妳就在那邊 對 我的手有動 這麼很奸詐呢 她事理下很嚴肅啦 像我們有時候跟她錄影 連那個土中康都要叫她寄啊 對 是喔 就平常在這裡寄啊... 因為她覺得她是火爆 火爆讓女 我要轉播剛剛的話 而且剛剛連那個 謝鎮武都說 對 她真的很像大姐頭 我真的是要怪我媽 妳又怪媽媽耶 妳都怪媽媽耶 大家都怪媽媽耶 妳們這樣子對於各位的伯母 那我知道了 心而已堪啦 不是 那小五哥 下一集發這五個人的媽媽 對 五個媽媽 妳們要看什麼叫殺人犯 對 然後那個媽媽就說 妳知道為什麼我臭臉嗎 因為我那個臭女兒 發氣到臭 甜甜臭 為什麼跟妳媽媽有關係 她就把... 我打從娘胎就長這樣 我小學就被老師說 什麼妳什麼心情不好是不是 什麼臉有那麼臭 然後就明明就沒幹嘛 我就只是乖乖的在溫習書本 莉婷 妳現在對著鏡頭 弄出一個最甜美的表情 然後就是一個臭臉的表情 來 先甜美的 對 直接自己 甜美太為難我了吧 甜美 妳看嗎 我跟妳講 甜美一點點 她甜美是兇的 她甜美都兇 開始 來 我就 甜美 來 帶妳的展示 對... 好 臭臉 好適合 很好吧 莉婷 妳說妳從小就被老師這樣講 然後到了高中還有更恐怖的事 有學姐對妳做了什麼事 對啊 就是我有一次去福利社買便當 然後我就那天心情不是很好 那那個便當可以選三樣菜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那個 幫我打菜的那個人 她就說請選三樣菜 然後我就也頭低低我就這樣 就指三樣 然後默默就去結帳 後來結帳我也沒看她 反正就付人錢我就要拿走 走的時候呢 後來那個廚房啊 就衝出來一個那個學妹之類的 在裡面打工 就 那個學姐 等一下… 妳那個便當不要吃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不要吃 她就說 沒有 因為我剛剛 妳都沒有在看她 妳付錢的時候 她偷偷吐了口水在妳的便當 真的喔 對 妳有沒有回頭去找那個學姐 妳一定有 我當下就是妳知道 火在這兒 然後我就去問那個學妹 我說妳去問她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畢竟我是獎勵的人 就是 那為什麼妳自己不去問她 我跟你講 當時自己會說 畢竟我是獎勵的人 就是不獎勵的人 畢竟妳是嘉義的人還是 沒有啦 就是我不認識她 所以我請那個認識的去問 這樣很有禮貌耶 對啊 是不是 我們是有道德觀念 對… 對 那後來問完之後 她就跑來教室跟我說 因為她什麼 這兩年都看妳很不熟 她覺得妳到底是在拽屁啊 她講了兩年了耶 她就這樣講到她在叫她回話 對啊 那這個人不是卡在那邊嗎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就算我拽跟她屁事 我沒有 妳確實是滿拽的 我就找了一些人去跟她談談 什麼人 她真的是大街頭 我們不要得罪她 去談談啊 對… 對啊 所以顏麗婷親民很忙你知道嗎 對 她有很多地方的事